如果我说现在有一个地方,水里是这样的,你要和我一起来吗?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太湖的源头 太湖源位于杭州临安的西北部,距离杭州市区100公里左右 在行驶过80公里左右的地方,这里是西里村 如果你喜欢钓鱼,就可以在这里找个地方慢慢享受了 继续向前走,会经过里范水库 水库里的几个小岛,还有屹立水中的几棵树,会成别具风格的风景 继续向山里走20公里左右,你就来到太湖源景区的入口 但我没有着急进景区,因为我在对面发现了这条溪流 溪流里满是石斑鱼和泪高频率 我也是突发奇想,跟路边的店里要了一个油桶 买了些花生做的龙凤膏当用了,用儿时的自制工具想要抓些鱼 鱼倒是在我的陷阱前汇集了很多,但终究没有一条鱼钻进陷阱里 于是我顺便在溪水里游了过泳 这水和小时候很像,但儿时的伙伴大多已经没有了联系 现在我们往景点里走,刚刚的那条溪水就是从井渠里流出来的 溪水拍打着巨大的石块,激起雪来的浪化 溪流两侧是几十米高的悬崖 悬崖上还有玻璃栈道可以体验 如果你热了,就坐在西边的石头上,把脚泡在溪水里 带孩子一起抓着小鱼,马上就凉开了 沿着西边的小路一直向上走 不同的石头与溪水撞击形成形态各异的景色 你看到水里彩虹了吗? 在即将抵达终点前,你会看到这个五六米高的瀑布 再向前走不远 在这座山崖前,经过这个庙宇,就是本次旅行终点了 最后给大家看看司机大哥钓的鱼吧 这条挺大的 不大的 还有大的吗? 有 嗯,这个好 谢谢